欢迎王一博队长以及一波王者BOOM的各位队员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这样我们让一博队长先喘口气 喘口气 来我们往前站 站到这条线好不好 我们请队长带着大家 大家稍稍休息一下 我们先听一听其他三位队长对于刚刚这场战队大秀有什么样的点评 佳儿 一波王者BOOM 太狂了 真的炸到炸到我的眼脑 完美 中海浪队长 我应该是看一波做最多地板动作的一次 就觉得好像他一直不满足自己hiphop的那个舞种 想要挑战更多的地板动作 哇 今天扎 张艺兴队长 一波一直在尝试一些不同的新的东西 这个舞台我看到了 BOOM 刚刚在视频当中有讲给队员发红包了 发了红包之后各位觉得是不是很齐 在齐的部分 今天表现怎么样 他们可能看得更清楚 有有有有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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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齐真的 齐 齐 齐 我在想 我在想说跟上一次赛上一次赛每一次回想一下 这个是 最齐的第二个 哎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你先想一想 哈哈 这真是我自己挖坑啊 叫什么名 等一下你先想一下 哈哈 好像看得很爽 看得很爽 要不跳过这个问题 跳过 等一下 嗯 这个最主要这个没得剪切 我一定要想出来对不对 一定会想出来 一定会想出来 没事 我们可以再有一点想的时间 我们来听听一波队长怎么讲 因为其实刚刚 三位队长有讲到说一波 之前就有讲到 想挑战很多 比如说地板的动作啊 然后这一次也真的加入了 这个很多的breaking 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次的作品 对一直很想做breaking 然后这次做了之后 感觉 确实breaking 真的是需要一个 多加练习的一个舞种 虽然我把样子做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 在完美度上还有 要提高很多的地方 而且之前在每一场比赛当中 都是给这个 BUBU来加油啊 而这一次是跟BUBU有一个 双人舞的部分 对 这也是我想自己想加进去的 因为我很喜欢BUBU 然后这么厉害的大神 为什么不合作一次呢 对 我相信每位队长都知道 我们的战队大秀决定着 今天在决赛阶段 您战队的决赛选手 稍后他的出场顺序 所以我们战队大秀的排名 也非常的关键 一波能不能预测一下 你觉得我们的一波王炸 BOOM 这个战队大秀大概会排在第几位 宝三争二吧 宝三争二 不敢余顾太高了 太高的话怕自己伤心 所以就宝三争二吧 我们看看队员同不同意你这样的预测 小鸡你同意队长的预测吗 他说宝三争二 不可能太低调 那么你觉得是 宝一 不是宝二争一 我们也觉得小鸡作为代表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次排战队大秀 因为我们最后一战 也是一波王炸BOOM 我们在这阶三最后一次 我们整个团队的作品呈现出来了 能不能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过程中其实最近的话 像我们几个战队成员 然后杨凯还有谷谷他们要 准备他们总决赛的作品 然后其实有时候排练的时候 会碰到挺多问题 因为排练的时间有时候会错开 对 但是就是我们其他的 就没有进决赛的几个 会先把这些起舞 就是一波会带领我们 把这些起舞先给练熟 一波是非常的细心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 一定能看到他那个微信群里面 今天起舞视频拍了没有 知道吧 真的 还有现在给大家说说那个发红包那事 那是一个月圆之夜的早上 那早上李帅一起床 他就说鸡哥有人在群里发红包 我说谁那么冲动 你知道吧 他说是一波 然后我立马去翻群往上翻 翻到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 一波就发了一条 领了红包就要跳起舞 不然就退回来 你说我们就想着该不该领啊 对不对 最终还是没hold住还是领了 对 除此之外 小鸡队伍当中有谁是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最想爆料的 比如说我们队里的两位决赛选手 有没有他们的料要爆一爆 他们两位决赛选手 就是因为最近比较忙 以前杨凯见到我们的时候就是 那个杨凯 杨凯你在哪 你不在 杨凯以前见到我们的时候就是 加油 就这样很有活力 是不是 然后现在碰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我说 杨凯加油 他就会 状态完全变了 布布以前来舞房的时候就是 六六六六六 现在我给他吹一下他就会 对 就会这样很搞笑 可能因为太忙了都在准备作品 希望今天晚上他们一定要hold住 那最后我们也请一博队长对于自己即将登场的两位决赛选手 杨凯和布布 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寄予 好不好在这也说一说 呃 就是做他们自己吧 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想表现的 想表现的东西 然后享受 享受舞台 好的 我们再次感谢一波王战 BOOM 为我们带来的刚刚的战队秀 谢谢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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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